各位企友大家好 我是嘉宏 今天来讲一些关于攻击方面的技巧 攻击这个主题算是蛮大的 今天就简单的借由几个题目 来聊一些攻击的面向 首先看到右边这个第一题 算是要怎么样去正确夺取对方的根据地 之前也有做过一期比较类似的影片 搜刮技巧的那一集 我会把影片连结放在右上角 有兴趣的人可以点选来观看 首先看到这一题 这个白旗有一个拆二然后上面有好几个旗子看起来是蛮稳固的一个旗型的 但是呢黑旗如果能够正确的 去搜刮白旗呢其实还是可以把它给攻出来的 那这个旗型呢如果说黑旗简单冲下的话呢是不太行的白旗就简单挡住 那么这边的黑旗也是断不下去因为白旗可以跑一下 然后再断吃这样子的话很明显黑旗就就已经不行了 这边还多送了紫金曲 那如果说黑旗这个是选择上打的话呢白旗还是可以接住 这边黑旗如果想点进来白旗这个一尖顶之后呢 黑旗这边还是没有办法去破坏掉 白旗的一个根据地 所以黑旗一开始这个冲下呢是不行的 黑旗这边比较正确的下法就是往二路这一点 那么这个点的话白旗如果救回去黑旗就爬回来 这样子白旗往上面这边冲呢这里啊就算在提子的话其实也都是没有什么眼位的 那么白旗如果回到这边挡住的话呢黑旗可以往这边再靠进来 那如果白旗挡住黑旗再往这边一夹 走到这边啦我们可以发现白旗里面呢已经是没有完整的两只眼的眼位了 如果再挡住黑旗就打完接住 这样子里面很明显是做不出两只眼的 那这样子白旗呢就被迫只能往外继续单关 进行出逃那这样子显然就是蛮苦的 那么黑旗也可以借由攻击后续的攻击呢再去获取利益 所以说右下右边这个题目呢 就是来探讨说怎么样去夺取对方的根据地 那这当然是攻击的第一步嘛 不然人家都活掉你是要怎么攻击所以说 这一个题目就是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探讨 再来看到左上角这个题目那就是来研究一下怎么针对 对方的棋形来做攻击 那么像这个白旗的棋形啊黑旗有一招非常经典的攻击手法就是往这边点方 好那么这个点方呢是不容错过的一个要点 这一点完之后啊白旗可以看到这边下一手马上就要被黑旗给断了 所以说白旗必须要去掩护一下自己的断点 那么如果白旗简单的顶的话呢那么黑旗就顺势往前面再长 那么长完之后白旗这边呢就变得蛮局促的了必须马上得出头 那么白旗可能会往前再跳 好那么黑旗这边就顺势并一下跟白旗做交换之后呢 再往中间这边继续飞过来去压迫压迫一下白旗的出逃路线 那么走成这样子呢我们可以看到黑旗已经有效把左边给 基本上围上了那么中间呢也是有所斩获 那白旗啊就只能继续 比较苦的单关出逃那这样子应该说黑旗啊是不错的攻击步调 那么一开始点的时候呢白旗如果选择一些其他的防御方式可以来看一下 白旗如果往这边贴的过来的话呢 那么黑旗这边要注意到白旗往里面冲完啊 这边左边有冲断的问题 所以说黑旗这边呢必须得跟着走一下 那么黑旗 简单的一退那么跟白旗这个交换呢黑旗显然也是不亏的 然后白旗贴完之后呢可能会往这边再搭过来啊 那这个搭呢也是防止黑旗断了啊 黑旗如果想断的是一般然后这样子黑旗就死进去了黑旗当然不行 那么所以说黑旗就搬一下白旗再往前藏 这时候黑旗还是不能断了断的话还是被白旗给打死了 那也没关系黑旗有简单的接住那么这时候白旗就得回去补断了 那走完这样子之后呢黑旗再往空中飞过来 那这样子走呢可以说跟刚刚的结果也是有点大同小异 黑旗左边围的蛮舒服然后中间也是走得很厚 那围住一些木树 那白旗啊还是只能够比较苦的去单关逃出来 所以说黑旗还是一个 不错的攻击步调 那么这一边黑旗点的时候如果白旗选择是另一边点的话呢 那么黑旗啊一样是顺势的跟着藏出来 那么这个图啊白旗应该说也没有比前面两个图要来得好 还是只能够从这边跑出来 那么还是得走这种俗贴的 那后续呢 可以预见到也是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还是只能单关跑 那么白旗如果是选择从另一边靠出的话呢 那么黑旗啊还是把他给搬住然后就把他的头给按进去就OK了 那么白旗如果长黑旗就简单接起来 白旗如果顶住呢 去防范这边的断点的话 那么黑旗这边可以看到 白旗这边呢又形成了一个要被点方的提醒了 所以说黑旗啊 就舒服的在点怪去破坏掉白旗的 一个眼形 那么就把 就逼迫白旗还是只能够 比较委屈的在这边看要怎么去补断 所以说这样子去攻击呢可以看到白旗啊 一样是苦到不行 整条呢完全都是没有眼位 所以说左上角这个题目呢 那这个白旗的旗性啊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黑旗去攻击的一个下法就是往这边点方 那么白旗不管怎么下的话 都一样是没有眼位 然后只能比较苦的去单关出逃 所以说这个点啊确实是黑旗不容错过的一个要点 再来这个题目是要来研究从哪一个方向做攻击会来的比较好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白旗这颗子啊是有点孤零零的 那么黑旗呢要怎么去攻击 常见的话会有用正的或者是飞压过来两种可能性 那么这边就先来看一下黑旗如果用正的会是怎么样的结果 那么黑旗正过来白旗啊可能会从这边尖出去穿黑旗的向眼 那么后续呢黑旗可能从这边再飞来去做后续的攻击 那么这边呢白旗有可能从这边贴出 那么这边黑旗这颗子就得跑了 那么白旗这边呢就来 继续贴做一个出头 那这边黑旗可能得再印一下 那么走到这边呢白旗后续可能再往中间跳出 那么后续啊可能黑旗就不太能再能攻到白旗啊 这边白旗出头呢还算顺畅的 那走到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黑旗右边啊虽然是围上 但是其实也是蛮扁平的都是只有三路空而已 那么中间这两颗子呢 哎这个发展性可能也不是太好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白旗这边其实也是都是蛮厚的 所以说呢 这样子的话我们会觉得说 黑旗的这个攻击啊并没有兑现到太多东西 这样子黑旗可能不太好 甚至于在前面黑旗这边飞过来的时候呢 白旗啊也是有可能在这边继续做一个冲断 那么冲断的话黑旗这颗子当然不能死啊 否则白旗就已经出就已经简单火出了 所以黑旗显然得拉出来 那么白旗再往这边跳过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那后续的结果呢 应该说会形成一场乱战 那甚至于黑旗自己也是 不见得有把握的 因为右边也是有点薄 那么黑旗中间这边将来如果被白旗给贴出来的话呢 哎其实这个黑旗中间也不是不见得能够站得过的 所以说走成这样子啊 黑旗应该不是一个成功的结果 那么在一开始震的时候呢 哎黑旗如果不想用中间飞的话 而是往右边尖 想要来经营右边这块空的话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会怎么样 那么黑旗尖的话 白旗显然也会继续贴出来嘛 当然不可能被黑旗给盖进去 那么贴出之后呢 下一手如果被白旗给搬住 搬过来的话呢 那么白旗显然气筋很舒服 所以黑旗中间必须得走 那么可能会跳一个 那白旗就再往这边挖沾 那挖沾完之后 这边黑旗产生了一个断点 所以黑旗可能得补断 那走到这边 白旗后续再跳过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走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黑旗应该说还是没有很好 那因为中间这边几个子力呢 显然也是没有什么发展性 白旗这边太厚了 那么右边这边呢 也还有点 欠一手的感觉 白旗是将来一挂进来 黑旗也是不太好 所以黑旗右边可能还得再补一手 那走成这样子啊 我们可以看到黑旗呢 还是攻击的获利 并没有很明显 所以说这个旗呢 在一开始攻击方向上的选择 应该从这边飞压过来 会来的比较好 那白旗为了逃出呢 可能会从这边靠完长 那么黑旗就简单接触 那么白旗这边可能得花一手旗 再进行联络 那走成这样子啊 我们可以看到白旗呢 只是简单的单关联络 而且呢将来这边还有可能黑旗有一个贴的 一个舒服先手力 那么白旗仅仅是单关联络 但是黑旗呢却是得到了几个中间的子力 那么下一手旗再往这边一尖啦 我们可以看到黑旗右边这个唯控的效率是蛮高的 整个空非常的立体 所以说这样子的结果显然是黑旗 更加好的一个攻击方式 所以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旗形啊 明显是右下角 蛮空旷的 那也显然也是黑旗必须要发展的一个 重点方向 那这时候呢就应该 把子力 从这边去把白旗给往那边赶过去 而不是从一个 比较激热的地方 这样子去把 白旗往自己 更为想要发展的方向赶过来 所以说这个旗啊就应该从这边飞压过去 把白旗往这边赶 再来这个题目一样是来探讨哪一个攻击的方向回来的比较好 那么可以看到白旗右边两颗子啊是一块鼓旗 那么黑旗应该怎么去做攻击 这边一样常见的是会有正和飞压两种可能性 那么这边如果黑旗使用飞压的话 我们可以来看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那么飞压白旗可能还是会用靠完长去做出头 走成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黑旗虽然在中间 有产生了几个直立 但是呢 下面这个发展的方向 好像也没有很好 因为白旗这边已经是蛮厚的 整个定型的非常完整了 所以说 黑旗在这边想要去做发展呢 显然意义就不是很大 那么这样简单去做飞的话呢 反而还把白旗这块鼓旗给放跑了 所以说这样子 黑旗应该是不太好的 那么这边黑旗如果是用正的呢 那应该来讲会来的比较好 那白旗如果是从这边尖出 想要做出头的话 那么由于黑旗周围啊都已经是蛮厚的 所以不怕 白旗从这边跑出来 黑旗可以简单的 就飞过来 那么白旗想要贴错出头呢 比如说这样贴完贴 那么黑旗再往这边一跳 那白旗从这边钻啊 显然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因为黑旗这 在下面这边还有许多先手 包括这边的夹啊拐 这都是绝对 基本上接近绝对先手了 所以说 白旗显然是跑不出去的 那么刚刚白旗如果是从另一个方向跑啊 比如说从这边尖的话 我们可以来稍微看一下 那么在这里的话 黑旗在上面啊 也是有一些记用 比如说这边可以先点一下 好那这个点啊 也是接近绝对先手了 那么点完再往这边继续飞过来啊 顺势这样进行封锁 那么白旗想要再往前跳呢 应该说前途也是蛮堪忧的 比如说从这边跳的话 那黑旗就简单顺势盖过来啊 好那这样的白旗啊还是钻不出去啊 所以说这样子 显然白旗就是 非常危险了 那白旗如果从另一边跳 那么黑旗也是可以再把它靠断 这样子的白旗应该说还是蛮艰难的 不知道怎么这右边这块旗都不知道怎么去活了 所以像是这个一开始的旗行呢 黑旗和白旗都已经基本上定型完成了 这时候黑旗如果再走这种非压的 那么意义就不是很大 就只是简单的放好白旗那么黑旗中间的子力啊 并没有什么太好发展性 就是这样子黑旗非压就不太好 那么应该是用正的 逼迫白旗去进行单关出逃 那么黑旗在借由后续的 攻击手法来去获取利益 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的 好那么今天的这个攻击技巧呢 就跟大家简单的讲到这边 那当然实战的进程呢 是会更加来的千变万化一点的 所以说要去更好的学好攻击啊 还是必须透过实战的经验啊 还有这个AI复盘啊 观看一些职业高手的 一个棋谱来去做更好的学习 好那么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边 就非常感谢 大家的收看